这节课我们一起来练习多位数的乘法 首先来看这题 七千乘以六等于多少 一些熟练的同学可能已经反映过来 可以先算七乘以六得到四十二 然后在它后面添上三个零 得到四万两千 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明白这种算法背后的道理 七千可以分拆成一千乘以七 于是七千乘以六就可以写作一千乘以七再乘以六 我们先算七乘以六 它等于四十二 用四十二乘以一千 也就是在四十二的后面添上三个零 等于四万两千 再来看一个例子 五十六乘以八等于多少 第一种方法 我们把五十六拆分成五十加六 把它们打上括号 一起乘以这个八 这个算式代表的是 我们把五十六个八拆分成了五十个八和六个八 而我们可以把五十个八写成八乘以五十 或者我们可以写成五十乘以八 同样的道理 六个八我们可以写成六乘以八 到了这一步计算起来就很简单了 五乘以八等于四十 在后面添上一个零等于四百 六乘以八等于四十八 把这两个乘积加起来就等于四百四十八 或者我们也可以用图形的方式来做这道题 我们画一个长方形 假设它的宽是八 长是五十六 于是我们知道 这个算式的结果 其实就是这个长方形的长乘以宽 也就是面积 为了方便计算 我们把这个长方形分成块 两块的这条边是相等的 都是八 而另外那条边呢 这个长方形的这条边是五十 这个长方形的这条边是六 它们加在一起正好是这里的五十六 因此我们可以分别计算两个长方形的面积 这个黄色的长方形的面积等于五十乘以八 等于四百 这个粉色长方形的面积等于六乘以八 等于四十八 于是这个大长方形的面积就是这两个数的和 四百加四十八 结果等于四百四十八 所以这个算式的结果也就是四百四十八 不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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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でき 好 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